我就记一个故事 就是在中国的老庄思想里面 庄子让我们是非常赞叹了一位 可以讲说圣贤 那庄子在他的达生篇里面 有提到一个鲁国的木匠 叫做志庆的故事 这个志庆 他当时 人家叫他做一个叶器 他把它削木为香 香就是要把它插进去的一个卡榫 削木为香 那这个香 它上面把它叼老虎的样子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香 后来插进去那个卡榫里面 插的几乎是天衣无后 刚刚好 不会太紧 也不会太松 这个做木工的人 大概都知道 那是凭功夫的 凭功夫的 就是那一炼心 很专注的那一炼心 文师师弟菩萨讲的 自心一次 无事不办 世间法都要这样 活光是修行 结果这个志庆 他就在做那个卡榫的时候 做到 几乎是 天衣无后 那怎么样可以做到 这个天衣无后呢 因为他到后来 他也 做到忘后 民众非常的赞叹 经为鬼斧神工 我们一般赞叹说 这个工程做得很好 叫鬼斧神工 那这个志庆 后来就这样 做这个木工 这个卡榫 做得成功以后 做这个香 做成功以后 鲁国的国经 会长赞叹他 就鲁国的国经 就召见他了 他就问志庆 他说志庆 志庆 你这个有什么方法 你怎么可以做到 这样一个天衣无后 插进去不太紧 也不太松呢 志庆 就很迁徙地跟鲁侯讲 就鲁国的国王讲 他说我准备 要在做这个香的时候 我不敢损耗 自己的丝毫力气 我就用心去摘戒 你看他就懂得去摘戒 摘戒 他说我用心去摘戒 我为什么要摘戒呢 因为我摘戒是为了尽心 他这个尽呢 就是安静的尽 那么他说 我要摘戒的时候呢 我在摘戒的时候 我很用心的去做 摘戒到第三天的时候 摘戒到第三天的时候呢 我就忘记了庆功跟宫观 我这个香做起来以后 人家会给我什么酬劳呢 会给我封什么观呢 他先忘记这个名利 所以他说 我忘记庆赏绝路 庆赏绝路就是忘记名利 忘记名利 他先把五一六成的明文立扬放下来 明文立扬放下来 第三天 他摘戒了第三天 他先把明文立扬放下来 庆功跟封观 这个就是放下名利 他说摘戒到第五天的时候 所有人对我的思维 的灰意 包贬 我全部忘掉了 不管他们赞叹我 也好是毁谤我 或者是说我这个香做的不好 我全部把这些灰意 全部放下来 叫做灰意巧拙 他言文呢 叫灰意巧拙 他说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忘掉了 第一个呢 三天忘记明文立扬 五天忘记这个身 这个身件 他不计一切灰意 示灰 包贬 到第七天的时候 我就全部忘记 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我自己都忘记了 他入望我之境 忘我之境 然后呢 他到第七天的时候 做好灾界 完了以后 他到忘我之境以后 他就到山林里面去 把最适合的木材砍下来 观察这个树木的质地 就是他的资质 我精心悬起 自然形态 合乎自聚 这个香 就是他的言文叫自聚 金字榜在一个 右边是一个 说记得记得那个 右边那个字 自聚的这个材料 直到一个很完整的这个聚 已经成竹在胸了 我大概用判断的 用智慧判断说 这样这块木材 这样可以做 刚刚好 这时候我开始 动手加工 制作 我顺手一加工 就成现在这个香 这个完成这个香 这个样子了 他最后告诉 鲁国的国君说 我做的事情 无非叫做 以人和天 以人和天 就是我的天性 和木材的天性 相结合 所以我的聚 鲁成以后 被人家 誉为鬼辅神功 这是一个木匠的小故事 他就到忘我的境界 他就可以做出鬼辅神功的聚 就是那个 那个卡榫 那个香出来 所以 如果你修行修到 无我 像阿罗安的一样 你不出三界了吗 你做到无助而生极心 不就成佛的吗 世间法都要忘我 何况修行 要出三界了生极 好 所以 首先 你先稀释所生之本 那怎么去直下会起呢 因为无上菩提 是要直下会起 也就是说 一久不死 当民不死之人 这个当民不死之人 就是直下会起 也就是要去悟 这一点真心 那么禅宗里面讲 你需要直下 世自本心 因为 这个不是用想的 老法师说 要离心意识禅 禅宗里面讲 离心意识禅 你不能用第六意识 不能用第七识摩纳之座 不能用第八识阿赖耶 你不能说 想到无上菩提 说 无上菩提是这样 那是心意识 因为无上菩提 是离心意识的真心妙用 这个叫做 古代禅家讲的 世自本心 他们叫做直下会起 这一识摩纳之座 我可以用第七识摩纳之座